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9号的台股最前线 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整体加全股价指数的表现 目前是下跌了335点 来到了16489点的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昨天从低点拉起来 408点的一个空间 在今天的一个行情当中 几乎把昨天的这个拉抬 全数去做一个回吐的一个动作 因此看到这样的一个指数走势 我相信大家其实心中的一个问题 是在于说 第一个为什么台北股市 在今天的一个表现 还是如此的一个弱势 第二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到底后续的一个反弹行情 还能不能够去做期待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后续的一个台北股市 还有反弹行情的一个机会吗 我想我们先在节目的一开始 先针对台北股市的一个技术面 先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最主要跟大家谈到的 台北股市的一个走势 它走的是一个头肩顶型的一个架构 这个是所谓的一个左肩 然后弹起来的地方是所谓的头部 然后最近期是往这个右肩来做一个发展的动作 那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个节目当中 其实有跟大家谈到 如果说就整个所谓的大趋势 大结构的一个角度来看 当然这个行情它还在属于修正 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偏向空方的一个结构里面 因为毕竟当时我们有谈到嘛 如果你就这个所谓的头肩顶型的一个形态 来做观察的话 大致上它会出现两种的对称状况 一个是所谓的一个时间对称 另外一个则是来自于空间对称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如果是时间对称的话 因为在左肩这个位置 它的日期是从5月17号到6月18号 大概刚好一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因此你从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右肩的起点 是从这个7月29号弹上来的这一天来做开始 计算的一个状况之下 合理来讲 它的一个右肩回测时间的一个满足点 会落在8月底的时候 换句话说呢 大概还有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走的是一个空间的对称 对称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 因为当初的这个左肩 它是从15159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拉抬到这个17000点左右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如果你是从17000点往下去做修正的话 那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你空间的一个满足点 它有机会回到当初起掌点的一个位置 这个也是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为什么我们在节目的一个操作里面 一直去提醒大家 或者是说从上个礼拜开始 我们有去做一些这个所谓包括了这个避险空单的一个操作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此 好因此这个是整个大行情的架构 我们昨天跟大家谈到 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 原本该注意的风险其实还是要特别留意 因为昨天在整个上涨的过程里面 很多好的股票也好 不好的一个股票也好 它有一点那种浑水摸鱼的一个感觉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原本它的指数 它的股价的表现 相对来讲是比较弱势的 那刚好搭上昨天的一个行情 有跟着往上去做一个反弹 但弱势的个股 它还是一个弱势的个股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谈起来的过程当中 当时我们也告诉大家 基本上大家在整个操作的过程里面 可能还是要以 还是要看一下你手上的一个个股 到底是属于强势还弱势 然后如果是相对来讲 比较弱势的一个股票的话 逢高大概还是要去做一些 调整的一个动作 那至于说短线上面 今天的一个行情这样子去做发展 短线上面大家如何来做应对 现阶段我们的操作策略 原则上是两个 第一个我们刚刚谈到了 就是说以这个行情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 原本这个如果低点没有去做改变的话 那基本上它比较容易延续所谓的 所谓的原本这样 应该这样讲了 只要这个昨天的一个低点 16418这样的一个低点 没有去做跌破的话 那基本上因为这个所谓扣底的一个关系 所以正常来讲 现在虽然说今天的一个K值 它是有一点下弯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整体来说的话 在礼拜五或者是礼拜一的时候 它还是会有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机会 但这个事情它是建立在 这个昨天的低点没有跌破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如果说昨天的一个低点去做跌破的话 原则上我想我们会恢复到 所谓的一个空单交易的一个操作 进一步去做一个追空 因为事实上如果以现阶段这个行情 它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止住 所谓的一个跌势的话 当然就代表整个行情 还有下探的一个机会 那另外如果说出现了一个跌升反弹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一些重点 就是说在这个反弹的一个过程里面 谈起来原则上接近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前波的低点 应该是16893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 简单来说现在的一个操作 大概几个重点 第一个如果有谈起来到16893这个位置附近 我们会去做一个重新部件空单 因为毕竟它整个趋势的格局 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发展 或者是跌破16418 我想我们这个地方会去再做一些空单的一个操作 那短线上面的一个跌升反弹 谈起来我们刚刚跟大家所谈到的 弱势的一个个股 基本上反弹都要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所以这是今天大家最主要关盘的重点 因为整体空方的走势还没有去做结束 那就期货市场来看的话 那当然既然目前来看 它是没有跌破这个16418 所以既然现阶段的位置其实非常接近那个16418 如果你是做这个所谓衍生性的金融商品 也就是说你做的是 期货选择权的一个投资朋友 我们就建议大家 这个位置你可以不用再去做一个追空的操作 因为基本上要空的话 应该是在早上你就要去做一个进场 但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我是觉得说大家就不用急着 去做一些比较空单的追空避险的一个操作 那有确定这个指数跌破前波低点 或者是说在这个行情开始出现指稳的话 那会不会有一个短线多方的切入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做观察的重点 那拉回来 为什么今天的一个行情会突然 或者应该这样讲也不算突然 就是延续原本的这样子一个走势 但是它有一个引爆点 这个引爆点来自于哪里 如果大家从今天整体的这个 台湾50的一个个股来看的话 大家可以发现嘛 就是今天原则上最弱的一档股票 叫做2327的国具 今天是跌了8.53%的一个幅度 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则消息 这个是今天 当然我要先讲 公司它有 它没有表示意见 就是新闻这个所谓市场 有这样的一个传言 但是国具没有说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今天几个有关于国具的一个新闻 包括了工商时报 它谈到国具对代理商调降电阻价格 然后苹果日报谈到说 电阻价格传言冲击被动元件 然后以及雅虎新闻 它谈到的是晶片电阻降价潮问号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在于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一个消息简单来讲 它是由被动元件 它所引发的整体电子类股 走弱的一个趋势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的一个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大家其实应该有看到一些消息 就是说就这个所谓的被动元件的生产 主要大型的基地来看的话 当然台湾有 然后日本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马来西亚 那最近其实马来西亚的疫情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在他们严重的一个状况之下 原本他们现在还在做这个所谓全国封锁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有些厂商如果拿不到那个许可汗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能够开工的 好所以你从这个消息来做推断 应该这样子讲 电子的一个旺季 是第三季嘛 进入到这个第三季是电子的一个旺季 被动元件是所有电子产业当中最基础或者是最基本的这样子的一个零件 然后现阶段一个大型的生产基地马来西亚它现阶段要处于这种封锁的一个状况 以这个角度来看理论上来讲 这时候的被动元件应该会出现功不应求这样的一个表现 但是你可以看到目前所传出来的一个讯息是说 整体的一个被动元件它有要往调降这个所谓报价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代表什么东西 原本如果是一个旺季的时间点应该可以去做涨价 但它最终反而反向降价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整体的需求整体的需求不如大家所认为的这么样的一个畅旺 那实际上如果说以电子的零组件来看的话 我想这已经是第二个这个开始有被应该这样子讲了 就是有传出一些价格松动 应该说是第三个传出价格松动的一个族群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技术面 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 基本上你只要把图画出来 你大概就知道它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先不去讨论 这个所谓传言的一个真实性 但是你看股价的一个走势 从原本这一波广上攻击最高来到511 然后回测攻到615回测到565 好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到565为止 它是不是都是属于一个多方的一个格局 对不对 好因为我的高点比前一波的高点来的高 低点没有跌破前一波的低点 好到这里为止都是多桶 好但是从这个股价来到605块 没有办法进一步向上去做突破之后 其实你就应该要小心国序的股价 会不会出现走弱的趋势 好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后续的一个价格呢 不仅仅是跌破了整个大量区525到550块 同时也灌破了季线的一个关卡 所以实际上你看它的一个形态 其实跟这个所谓的大盘有点类似 那唯一不同的是 它碰到季线连弹都没有弹 它就直接下去 因为大盘是碰到季线之后 先做一个右肩的一个上涨之后 来到17643嘛 然后股价才往下去做一个修正 但你可以看到这一波的一个 股价的一个走势 连停都没有停 它就直接往下去做灌压 而且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阶段这个季线的一个扣底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做推估的话 应该这样子讲 在最晚 最晚应该是下个礼拜 它的季线会呈现下弯的一个动作 那同时如果你从越军的一个扣底来看的话 明天礼拜五扣这里嘛 然后下个礼拜一二三四 大家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 下个礼拜会发生两个状况 一个是所谓的月线 由上往下去穿越季线 这个一般来讲我们叫做交叉嘛 就是一个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搭配 你要叫做死亡交叉的话 基本上两条均线都要往下 但是我们刚刚也谈到了 最晚下个礼拜 国具的季线应该会出现下弯 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死亡交叉的一个走势 因为你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以这个国具的一个股价下跌来看 我们应该这样子讲 正常来讲这两个股应该其实也 状况其实我觉得应该也差不多 所以如果说国具跟华欣科的股价 其实都走弱的话 包括要跟国具合并的起立新 或者说是像是之前 传出一些铝值电容上涨 应该算是 这个股价应该是之前比较有涨到的 像6175的利敦等等 它其实就会面临到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个是现阶段投资朋友 你可能要稍微比较留意风险的一个地方 至于说除了今天的一个被动元件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族群跟个股 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风险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2 5 8 6 8 2 7 5 2 5 8 6 8 城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迎命主轴 第三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 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 值得托付 0 2 2 7 5 2 5 8 6 8 2 7 5 2 5 8 6 8 和城东库谢老师起股双赢 会用获利在场新高 特别提出现实专爱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 在领先给您十倍振兴券 机会难得 尽情把握 刷身线 0 2 2 7 5 2 5 8 6 8 2 7 5 2 5 8 6 8 哇 宝宝好可爱哦 谢谢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产检 希望我们的宝宝也可以顺利出生 哦 那你知道今年7月1日起 政府推动的扩大产检服务吗 扩大产检服务 对啊 为了妈妈和宝宝健康 产检次数从原本的10次增加到14次 产检项目也增加认成糖尿病衰检 及评写检验 还有两次超音波检查哦 要定期产检哟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第二阶段节目先回来 我们要先看一下目前指数的一个位置 目前是下跌了419点 来到了16405点 投资朋友你还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谈到什么样的重点吗 我说如果这个时候要针对空方来做一个操作的话 第一个在跌破了前波低点 也就是昨天的一个低点的状况之下 你要把那个反弹的心态把它收起来 因为它会重新再度去做一个启动跌势这样的一个状况 整体来讲当然目前跌400点 当然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要空的话不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追空 但是接下来只要有任何的反弹走势往上一点 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讲 都会是一个空单进场非常好的时间点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现阶段的一个行情比较大的问题 你看就是昨天408点今天全部都吃掉 对不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也是我们在昨天跟大家谈到 或者是说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当中 一直跟大家所强调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整体的行情 它并没有出现非常直稳的现象 因此整体来讲的话 当然我们昨天有去抢一档个股的反弹 就是2609的阳明 那当然现在的价格 事实上也回到我们的成本价格附近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是我跟你的老师操作的一个不同 其实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在昨天 事实上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 告诉你说这个行情就是跌完了 要开始去做抢反弹的一个动作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看他们在前面下跌的一个过程里面 都没有去调节手上的一个持故 我就问各位 你手上的个股都套在17000点到18000点 这样的一个位置 你怎么会有资金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去做抢劲短多单这样的一个操作 而且当时我也告诉大家 我们只抢了一档 为什么 因为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它是盘面当中 能不能够持续反弹最重要的关键 其他的个股都不重要 所以如果你再昨天去做抢劲的 不要说回到成本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去抢短 然后今天又再度呈现一个套劳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事实上最近其实我们遇到很多 类似这样的一个投资朋友 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真的那个 一直告诉大家 就是停损的重要 跟风险管控的一个重要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昨天事实上我们有谈到 我特别去看了一下 因为刚好有投资朋友在问夏老师说该怎么办 那我就问他说你是什么状况 他说他用融资 那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原本一百万进去 大概可以买两百五十万的股票 那现阶段大概只剩下二十几万到三十万 大家不要觉得很夸张 我要讲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什么意思 因为实际上如果你去看大盘的 融资维持率的话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大盘的融资维持率 大概是一百九十个percent 然后跌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整体大盘的融资维持率是一百五十八个percent 到前天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你从原本融资维持率一百九 跌到整个市场剩下一百五十八 跌掉了百分之三十对不对 这个通常代表你的股价 大概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幅度 这是市场的平均 这是整个市场融资的平均 它所造成的结果 那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如果你原本一百万的现金 你扩大杠杆 把它买成两百五十万的股票 那这时候股价跌三成 假设就是一百块钱的股票 一张十万块来看的话 你杠杆扩大 你可以买到二十五张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一百块的股价跌三成 剩下七十 剩下七十块钱嘛 对不对 那你一张赔三万 二十五张你要赔七十五万 给券商嘛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杠杆的重要 杠杆的运用 你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当然大家会觉得 在赚钱的时候 大家思考的一个方向都是 我这个时候一百万的资金 可以买到两百五十万的股票 那股价上去的话 我可以多赚 多赚大概1.5倍这样的一个价差 但是你没有想到 万一这个股价跌下来的时候 你的风险其实也是成倍去做扩大 所以最近其实我遇到很多 这样的一个投资朋友 其实我也觉得蛮替他们觉得舍不得啦 应该这样讲叫舍不得啦 因为事实上大家的钱也不是风刮来的嘛 都是努力辛苦赚来的 但是大家投入市场 我说真的也无非就是为了一件事情嘛 希望说在整个股市的操作过程当中 其实能够有一个还不错的获利 可以给家人或者是给自己实现一些心愿 或者是一些梦想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不能够只想着行情好的时候 你能够赚多少 你要想的是行情不好的时候 你要守住多少 所以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 大家在这个时间点当中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老师这个时候动手会不会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我告诉各位 基本上当时我们就是认为说 他有可能走头肩顶的形态嘛 那既然是一个头肩顶的形态 他有可能跌到8月底 或者是跌回起降点的话 当然我们必须要考量这个地方的风险 因为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我记得是8月10号 在这一天 当天是17323对不对 就是把所手上的个股权数去做一个出清 17323到今天的一个行情 16398 事实上你看光过去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指数跌掉多少点 指数跌掉1000点 个股两成三成跑不掉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要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个我们跟大家所解盘 重点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我们解盘的目的是为了要操作获利 那当然即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行情不好做这是事实 但是或者是你不做空单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在于说 即便你不是没有到操作获利 你也要避开你的风险 但至少谢老师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该帮大家留意的风险 我们都有去留意到 对不对 我们不是说放任首相的持股 然后每天就告诉你说 基本面很好 持股续报不用担心 等到反弹出后再做调整 我相信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大家应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讯息 但是我说真的 有出现反弹当然很好 我们当然都希望说 能够有一个大多头的行情 让大家都能够掌握到 但就如同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如果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它能够一天的时间 你看我说真的 我在市场当中那么久 我也很少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拉了408点的空间的安全差距出来 昨天我还在节目当中 我讲说三天嘛 三天的反弹走势 一天让你跌133点好不好 你三天也不过就刚好破底而已 结果今天的股价 今天的指数 因为国据这个消息 它把整个行情带到 呈现了一个跌破低点 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告诉大家 整体的操作 这个时候的风险 跟这时候的难度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带大家操作 至少第一个我们是包单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多空双向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其实如果说行情真的表现比较弱势的状况之下 大家才能够透过一些避险空单的一个操作 能够把你的亏损慢慢补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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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遇到很多投资朋友都是 当初为了那个3% 5%的舍不得 现在弄到两成三成不知道怎么去做处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 我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其实应该专注一个重点 就是专注如何反败为胜 那反败为胜不是想 你如果只有想 永远都不会有让你反败为胜的那一天 你要想怎么做 那夏老师给大家一个方向 就是手上的个股怎么调整 然后接下来避险空单的一个操作 空到什么时候指数可能会跌到哪里 我们都帮大家去做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规划 因此很简单 其实你只要按表操课就好 过去的事情都不要想了 这个时候想着 你要如何去做一个反败为胜 所以夏老师特别跟公司争取 50%加这个政府的那个证信券还没有发 我们先发给大家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跟着我们操作的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8月19号的台股 对前线 本服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你比赛尽在运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所谓 和陈斗铺谢老师起鼓双赢 会员获利在场新高 特别提出现实专爱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大优惠 在领先给您十倍振兴倦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刷刷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物行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托托付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 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 避免出门 家里可以事先准备 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 检易的急救药品 藤栽 小型家具等 要移进室内 有着实加强固定 一旦发生灾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 进行撤离 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不能在海内临时 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提早做准备 台风来袭也能充容应对